大学之道之文 文中有文言文及白话文注解 因此让深浅者都能理解文艺 进而悟道修行 传十章九 是齐家治国第九段 此位治国在齐齐家 吕先祖浅言注解自解 见钱 吕先祖浅言注解文言文 所以欲治齐国者 必先齐齐家 欲齐齐家者 必先齐齐心 吕先祖浅言注解白话文 所以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 必须先整齐自己的家庭 而想要使全家齐一 就必须使先家人都能齐心向道 请继续研读大学之道 吕先祖 福佑帝君 浅言注解 传十章 十 是治国平天下第一段 不愿意 好